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 过去一天中俄军在扎波罗热顿涅茨克 库比扬斯克 红利曼 赫尔松等方向 击退乌军进攻 打击乌军坦克 步兵战车 装甲车 美制M777火炮和其他乌军装备 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军41架无人机 拦截10余枚火箭弹和导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前线地区发生30多次战斗 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向 美利托布尔方向发起进攻行动 乌空军 火箭炮和炮兵部队 对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弹药库控制点 及俄军防空系统实施了打击 俄罗斯福尔加格勒州州长7号表示 俄军在该州上空拦截了一架无人机 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同一天 俄罗斯国防部称 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州上空 拦截两架故意型无人机 其中一架在空中被摧毁 当天早些时候 布良斯克州州长表示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袭击了该州的一处工业设施 移动行政大楼 因此起火 没有人员伤亡 对于俄方的说法 乌克兰方面目前没有做出回应